农历3月20日是出生娘娘生日 慈云寺一大早就民众来祝寿 以往疫情也有关系 现在疫情趋缓 可是今天不是假日 没有多人来拜 可是他们平常都是平常来拜 今天很多来答谢的鲜花 还有兽桃 工作上摆满油饭 素麻油鸡和百合鲜花 都是信徒前来还愿 借用慈云寺主寺观世音菩萨 祝生娘娘及文昌帝君等神尊 信徒向祝生娘娘求子 除了带来好运 还能保佑家中孩子平安乖巧 祝生娘娘他们就是有 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来求说 有个宝宝给他们 健康的孩子 他们有时候 他们满月他们会拿麻油鸡 还有鱼饭树的也可以 分的也可以他们来还原 饼干也可以鲜花都可以 而这一周就是母亲节 慈云寺特别准备康乃馨送给来庙里拜拜的信徒 预祝母亲节快乐 身为基隆人第一次到慈云寺 有听过慈云寺 可是真的没有 然后今天是来见识一下 里面的佛像都很庄严 观世音也都是很眉清目秀 让人来了拜拜觉得心情很舒适 下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 所以我们庙方送很漂亮的康乃馨 祝天下的母亲节快乐 民间习俗拜祝生娘娘能够带来好运 信徒虔诚拜拜 相信神明一定会保佑 记者黄少鸣静有报道